蒋经国先生百年诞辰就要来临 有企业特地举办了纪念音乐会 找来了歌手杨宗伟 彭佳慧 杨培安等等 实力派的歌手和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不过呢 在这次这个彩排都结束了 杨宗伟才穿着一双大红拖鞋 姗姗来持 在经国先生百岁诞辰纪念音乐会彩排上 歌手杨宗伟舞台上敬请高歌 波手似合交响乐团合作 杨宗伟不仅歌词没背好 还穿着拖鞋上演大迟道 刚才坐计程车 然后我跟他讲说 中山南路11号 然后绕了很久都找不到 然后就一直问我说 是不是台大医院啊 然后我们又绕到那个中山纪念堂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门牌号码 可以就是再借数一点 明明地点就在总统府对面 却是人家门牌号码不明显 另外别的歌手唱歌是面向舞台下观众 杨宗伟却选择背对大家 搞得一个人得跑上舞台 才能拍到杨宗伟 就是生意状况有点不太好 所以我刚才在抓旋律 然后还有听下歌点这样子 所以那刚才也跟那个指挥老师确认过 就是他的副歌的下歌点 跟主歌的下歌点 而提到法院判决前经历人许安静 所以他提出的假处犯不成立 杨宗伟才稍稍犯不犯行 其实就是跟我最初说的一样 就是一切就是交给法律处理 那现在法律已经有一个比较确切的结果 那我觉得我也是就是顺从这个法律的执行 我自己是蛮欣慰的 终于可以自由自在上节目 杨宗伟却露出苦笑表情 看来杨宗伟就算脱离前经纪人许安静的麾下 还是难掩犹豫 中天新闻旅选号放进入台北开放的 而经典